她說妳看我看了一圈毛很貴氣什麼 結果根本不適合她 然後就很醜 然後 這是什麼 這件有一點厲害 這件多少錢 這件多少錢 這件是媽媽要穿的嗎 我就 我很喜歡蕾絲的 她就很喜歡穿這種蕾絲的 我就神經病一次買了 又要剪 然後買了 就很後悔 妳穿這件會影響妳很辛苦喔 她都沒穿過耶 沒穿過 一次都沒穿過 妳看 貝幣 她還給我穿的耶 這件還蠻適合妳的啊 好噁心喔 沒有 姜妮 因為我發現有很多衣服 妳情緒放太重了 很多衣服妳搭一搭可以穿 不是 好 那這個 沒有關係 我們來看看 好啦 我真的覺得只有 我覺得只有這件跟這件比較 真的很奇怪 太過分 還有晚禮服吧 晚禮服 晚禮服妳根本穿不到啊 我從來沒機會穿 自己買的碰碰也可以啊 那媽媽會覺得妳都可以穿這樣 但為什麼不穿她幫妳買的衣服嗎 是不是 她之前 妳知道她原本今天要戴一件衣服 然後我爸看到 我爸跟她說妳不要戴 因為我爸說那件衣服像蚊子 沒有 她是沙的 然後裡面完全就是 妳要自己搭衣服 所以我爸說像蚊子 她的眼光很像 媽媽一拿衣服回到家 然後媽媽就會立刻開啤酒 然後媽媽就會立刻開啤酒 我爸從以前年輕就不讓我媽媽衣服 所以 現在已經是控制不了她了嘛 對 我爸從以前年輕就不讓我媽媽衣服 妳們幾位媽媽都會進出菜市場嗎 會啊 所以如何抗拒菜市場裡看到的很便宜的衣服 我是買菜 沒有買過衣服 所以妳買菜就專心買菜 不會被困在那個衣服裡 對 不會 可是菜市場有一件 有一個東西真的很好買 內衣庫 喔 真的 我媽之前買十幾二樓 我還不是在菜市場買的好不好 妳不是嗎 那是那個 有一家那個 那個工廠 內衣工廠 有名的工廠是在我們那邊開嘛 那有一年會 一年會 大拍賣 對… 然後妳之後我給她們買了 所以她媽媽是地緣性的動物 就是只出現在方圓 因為我沒有什麼時間啊 對 她都在那邊買 所以內褲買回家 妳們有大穿特別高腰 都沒有 因為都超高腰 對… 會從流行的褲褲頭跑出來 是不是這樣子都流行 這樣子都流行 低腰都超高腰 根本都穿不到 媽媽們不懂這件事對不對 對 高腰低腰不懂 我只想要挑可愛的 這樣子都不要 而且我可以講我媽一個笑話嗎 她有一次我妹在洗澡洗一洗 然後我媽就也是去買內褲 講過了啦 我在講一次我覺得好像要去買內褲 然後就因為可能內褲太小 然後我媽就跟我妹娘說 妹妹我這件內褲給妳穿好不好 因為這件內褲好像有點太 我穿太小 然後我妹就說我不要 我媽說真的啦 這個是有牌子的 我妹說什麼牌子 她就這樣 然後就因為可能內褲太小 然後我媽就跟我妹娘說 妹妹我這件內褲給妳穿好不好 因為這件內褲好像有點太 我穿太小 然後我妹就說我不要 我媽說真的啦 這個是有牌子的 我妹是說什麼牌子 她就這樣 還蠻可愛的 有手嗎 很可愛嗎 我懂這個情形 妳懂嗎 很可愛 這3s1啊 3s1是一個名牌 真的是活寶 阿姨是活寶 行銷全世界 你知道嗎 然後這是 小心 有沒有 一開可能聊過完 她16歲的時候買一個手錶給她 不要 沒有一個人要 到處送人都沒有人要 那個 我媽媽貼手錶嗎 這樣子 而且我媽也超愛買那個玉的 就是玉作 我本來的錶真的不好戴 對啊 所以沒有人要 因為上面金的 我捨不得丟 因為一個4000多塊 我捨不得丟 確實敗 也是工廠 不是不是不是 這是那個 吹塵式的證明 不是不是不是 全聯 這是鱷魚 因為金的部分多了 可能年輕人不喜歡吧 真的 不想的 我是覺得蠻 而且搞不好是敗的 我們就不要啊 還有頭髮 還有一盒耶 妳就不知道是什麼 那不要看一樣啦 這個都沒有人要 我看 天啊 這誰要啊 上面有二月 是嗎 這還蠻復古的 這個可以再 這件是什麼 這我的啦 這妳自己的 對 OK 而且我真的把我買這件幹嘛 就是我去上海 妳自己買的也還好 說實在 我覺得妳要買這件 還比妳這件漂亮 所以妳也有硬買的話 這是名牌耶 反正就是我 只要心情不好 好像不是妳的路線 就不是 可是我就是 因為就是到上海 我超興奮 然後就 哇 然後就去 然後就亂買 然後這件 台幣要4萬多 等一下 妳要像我一樣 有一點遺傳 我沒有穿過一次 媽媽的品味比她好 真的 我覺得 有點遺傳喔 女兒沒有還會做一件事 就是謊報價錢 會 就是買了爛東西 買了貴的 然後隱瞞價錢 她最會 她最會 所以這個從來沒有告訴媽媽4萬 沒有 我媽今天才知道啊 媽媽妳該自己大賭了一下吧 對啊 我賣自己還要賣多少塊 多少塊 多少塊 還是要賣多少塊 你先多塊嗎 還是說 王婷佑妳什麼東西會買妳媽媽 我 就是 什麼價錢會滿住她 包包啊 又貴的包包 因為 我的包包都喜歡 都是比較貴的 然後可是大概我都報價 都大概只有在五萬塊左右 然後因為我 現在包包都越來越貴啊 都知道六七塊十萬 妳隱瞞的時候才 還報出五萬塊這個價錢嗎 我就說 你看這包包還滿便宜 才五萬多塊 就是 就是說 因為她也知道 現在的包包的行情嘛 妳怎麼不可能報給她八千塊 她就哭不了我 我只是 OK 好 聽了就好了 我當然知道 那一個包包什麼牌子什麼牌子 什麼價錢大概知道 媽媽自己領的包包 也是幾萬塊一個的嗎 都她送給我的 都是高級的 她出國的時候 她就會買包包送給我 我覺得包包可以 可是她給我現金卡 好像更好用 真的啊 所以妳要的還是錢就對了 那我可以買我喜歡的 所以她不喜歡那個枕頭套 是因為她要爭錢 她不要做夢 她不要做夢想的 了解 所以那個 母親節對妳們來講是壓力嗎 就是 每次都要想新花樣 還是說現在就 給錢就可以打發了 大部分都還是就是買保養品 然後不然的話 現在可能就會包紅包 現金 所以婷又也是現金 我是現在就是跟我媽商量好 因為一年的節日太多了嘛 又是生日又是什麼 然後聖誕節又是什麼有的沒節日 商量好 妳是給一整幣啊 每一次都送一個小小的東西 然後可能她也不是很需要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 一年 然後過年的時候包一個紅包 然後一年就是請妳出去玩一次 所以來個大的嘛 對 這樣子平常就吃飯就好了 這種事可以跟媽媽直接講好對不對 對啊 這樣比較實際一點吧 這樣比較實際 沒有還複雜 先牌子可以給她 照相髮型 臉得到聖誕節又是我要的 打個圓拿出來 欸 出去玩過了 所以妳呢 母親節妳還要變花樣嗎 就應該都是吃飯吧 對 我們家比較在意 就把一些妳用舊的東西給她就好 好 今年還是會包紅包給她 包紅包 寫一些貼心畫在上面 因為今年賺的比較少嗎 沒有 今年比較多 所以可以包紅包給她 真的 恭喜 順便擁抱媽媽媽啦 好 抱妳一下 好 祝大家我們新年快樂了 好 祝大家我們新年快樂了 好 新年快樂